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阴间神探 作者盗门老九 演播紫巾 精彩继续 我在楼下钻上夏萌萌 她听见脚步声回头看我 我一个女生说话害羞的毛病又犯了 针指呜呜地说 天下晚了我送你上车 她微笑了一下 谢谢 跟漂亮女孩走在一起真叫一个尴尬呀 我解释了一下王大力为什么没来送她 一听说两人打上了 夏萌萌有些担心地说 你跟王大力说别跟那种人一般见识 刚刚唱歌的时候她还想摸我的手 我最烦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 我说的 也不能全怪她呀 毕竟她爸妈离婚早 没什么家教 夏萌萌扑吹一声乐乐 你也太会损人了吧 我的脸刷得就红了 为了帮兄弟争取机会 我拼命转移话题 说王大力这个人多讲义气 对女孩子多细心 我感觉夏萌萌是个涵养很好的姑娘 我说一句她就嗡一下 听得很认真 完了就问我 你叫宋阳 我一愣 说了半天王大力 怎么又转到我身上了 我说 是啊 她笑笑 我感觉你不像学生 那我想什么呀 社会上的小昏昏 不不 我感觉你外表虽然很幼稚 但内心却很成熟 没那么夸张吧 我也就九五年的 几月啊 十月 那我比你还大呢 我三月份的 哦 我想了想 主题是什么 对了 夸王大力 夏姐姐 我叫王大力她 夏萌萌扑吱一声乐 对了 宋阳 真的学电子的吗 结果我们一路聊着 直到把她送上车 夏萌萌呢 要了我的手机号码 送她走后 她发了一条短信给我 今晚谢谢你 希望以后能做朋友 我琢磨了一下 跟我做朋友 这是什么意思呀 莫非王大力有希望了 回到包间之后啊 王大力跟叶世文打累了 各站着沙发一脚 护士丹丹 脸上各自都挂了菜 张燕一个人在那唱 分手快乐 王大力问我 蒙蒙的 我把她送上出租车了 对了 我帮你把她号码要来了 王大力十分高兴 说改天要请我吃饭 顺便抛给叶世文 一个轻面又嘚瑟的眼神 发生这种事情 这三个人还打算唱到点 再回学校 我真是服了 晚上十点半 叶世文开车带我们回去 本来她是不准备载我们的 我悄悄对她说 我有个在校文学社 当编辑的同学 要不要把你今晚的 光辉事迹宣传一下 她瞪了我一眼 只好载我们回学校了 没想到事不错巧 半道上叶世文的车抛锚了 王大力说 这啥部车呀 二手的吧 叶世文怒道 你再啰嗦就把你扔在这 叶世文下去检查引擎 张燕跑到草丛方便去了 这是一段相当荒凉的马路 张燕回来的时候 紧张兮兮的说 那边经常有一栋房子 还是别墅呢 不过一盏灯都没开 会不会是鬼柴呀 鬼柴有什么可怕的呀 王大力自豪的拍了拍胸脯 不是跟你说呀 鬼我见多了 叶世文这时候问他 你们谁带水了 怎么了 忘了给水箱加水都烧干了 得灌点水进去 叶世文解释说 大家都没带水 车上呢 只有一个喝空的矿泉水瓶 虽然说有加尿的搜主意 但是有女生在场 是也不好意思提 男生只要在女生面前 就算是个丑女 也会比较矜持的 周围也没有编离店 叶世文坐进驾驶室 闷闷地抽了一根烟 突然一拍脑袋 哎路边是不是有栋房子呀 张燕说 什么你要去那户人家借水 那房子我感觉阴森森的 怪可怕的 叶世文说 借个水怕什么呀 我们四个人呢 张燕问 万一那房子没人住呢 没人住也该有水龙头吧 我装点水就走 总不可能告我私闯民宅吧 叶世文满不在乎的说着 虽说叶世文这私很讨厌 但是一点要是不能回宿舍 会很麻烦 我们现在是一根身上的蚂蚱 他把车锁了 我们四人拿上矿泉水瓶 便去那户人家借水 拨开茂密的树丛 黑暗中处理着一座 欧式两层小洋楼 这房子挺气派 可就是给人感觉特别不舒服 透着一股压抑感 这就是所谓的风水不好吧 门前有一条狮子路 但已经长草了 周围还有几堆晒干的粪便 不知道是人还是动物留下的 临界的玻璃窗几乎全都破了 看样子这是一栋废弃的房屋 张燕结结巴巴的说 这房子看着好吓人呐 叶世文 要不你一个人进去吧 叶世文怒斥说 太小鬼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 别磨蹭 王大利叫的 你进我就进 谁怕谁啊 我淡淡地挥了挥手 说 走呗 张燕怕一个人被丢下 当我们三个男生 推门进去的时候 他又喊着等等我 跟了起来 一进屋就是可停 墙壁因为风吹日晒 已经卷了皮了 窗帘子 已是破破烂烂 在风中微微摇晃 老旧的地板 踩在上面嘎吱嘎吱作响 对着门的地方 有一道U型楼梯 楼梯上 有淡淡的星光透进来 就跟恐怖电影中的 场景似的 来到楼梯之前 叶世文皱了一下眉头 不敢往上走 王大利就嘲笑说 还若别人胆小鬼 自己先走了 他嘴上这样说 手却紧紧抓着我的衣服 太暗了 叶世文找借口说 我爸上楼梯的时候 不小心摔倒 那就得不偿失了 王大利建议说 你把手机掏出来照明啊 叶世文说 手机没电了 你走在前面 替大家照着吧 不好意思 我手机也没电了 王大利连连摇头 我对这几人彻底服了 算了 我走前面 你们跟上 以我动油之同的夜视能力 根本不需要照明 我从容地走上楼梯 三个人犹豫了一下 再跟上我 我回头一看 三人手里都举着手机 刚刚谁说手机没电的 这帮损货 楼梯走到一半的时候 张燕突然尖叫起来 有只手抓住我了 有只手抓住我了 回头一看 原来他的裙子 被一接电线给挂住了 张燕羞愧地笑笑 二楼房间挺多的 我叫他们先停一下 然后刺耳倾听 王大利问我在听什么 是不是真的有鬼 我说 鬼有什么可怕点 人才可怕好吧 叶世文不屑地说 别开玩笑了 这里才不会有人呢 我严肃地说 你确定吗 这种废弃房屋 经常会有流浪汉过瘾 甚至流窜杀人犯 此烟一出 三人脸色煞白 我真的不是存心吓唬他们 这是事实 只是给他们打个预防针 我刚才仔细听了一下 这里应该是没有人 没人我就不怕了 其实 我对没有实质性的威胁东西 一点都不在乎 就算黑暗中 真的飘出一个女鬼 我顶多也就是惊一下 我们挨个儿检查房间 张燕吱吱呜地说 有水龙头的卫生间 不都是在走廊尽头吗 我点了点头 对 我们走这边 走廊黑漆漆的 感觉像是一条幽暗漫长的隧道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 我故意停了一下 让夜市闻先走 谁知 他竟然也停住 用眼睛频频失忆 走啊 你先 我脸上笑容更胜了 他脸色立马变得很难看 退后一步 不不 还是你走前面吧 我眼睛没你那么好 怕摔倒 我暗暗发笑 怕就直接承认 又没人瞧不起你 我带头走在前面 走廊尽头果然是一个卫生间 只是没有水 水管早就嗅住了 也是文骂了一声该死 张燕吻 那我们今晚要在车上过夜了吧 在这里也可以啊 比车上环境要好多了 我说完 把浴室帘子一把拉开 哗啦一声 把所有人吓了一跳 张燕说 宋阳 你别吓我好吧 这鬼地方一秒钟 我都不想多待 我点了点头 说 那行 咱们出去吧 看能不能打到车 我们正要往外走 走廊里一间屋子的门 突然开了 张燕 结结巴巴地问道 那扇门怎么开了 刚刚有风吗 他身头朝屋里看了一眼 突然 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 震得我耳膜都快穿孔了 喊完之后 他满脸都是泪顺 叶士文惊讶地说 怎么了 张燕哆嗦着嘴唇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叶士文自己去看了 然后 他退了出来 动作僵硬 脸色煞白 我拍了一下他 把他吓得差点跳起来 我皱了皱眉头 怎么了 叶士文喘着粗气说 我屋里 屋里有死人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阴间审探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可以关注我的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感谢观看